郭炳商發個人聲明 家族資產有他份 如果你有家人即將判金 你會有什麼感受 對郭炳江醉成感到非常軟色和悲痛 今次事件是是是非非 誰是誰非 上天會有一個好的安排 如果真是在患難中找回兄弟情 都可能會是苦中一點甜 不過郭炳商昨天以他個人名義發的聲明入面 除了感到軟色和悲痛之外 他還recap 了信鴻基股權的分配 不過就加了料說會均分其餘的家族資產 其實這麼久以來 家族資產點分配沒有說過 只但聲明是郭炳商單方面發表 同一月的家族聲明 經郭老太和郭市兄弟審月先發布不同 很難確認是否分家協議的一部分 郭老太那邊就不回應 郭炳商發言人就沒有額外補充 至於其他資產是否落入郭炳商的袋 發言人說都要時間執行 總之entitle了他有 新地股份今日伏牌 分析普遍認為不排除股價不跌反升 比較中升偏好一點的 應該就說小姐已經反映了反位 明朗一點 伏牌的同志 法庭今日都會開庭 處理四個被告的求情和裁定刑期 但昨天他們的家人都沒有去探監 只有郭炳江的貼身保鏢 幫先天聽力有問題的他拿了助聽器來 所有東西給不到資料 是恐怖的 不要聞 因為今次不是探監 只是帶醫療用品 所以過了登記時間都可以進去 不會 未來 你一刻 如果令你還想要這樣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